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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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颂的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所号 恭请三师七证十位高僧登上戒坛 为他们受戒 我和教讲这个戒并会三学 戒是一个基础 那三坛大戒也是培养一个深浅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说是一个基础 能够应邀来参加这个担任的教授和上 可以说是内心充满的感恩 感恩我们法门士举办这个机会 我邀请台湾我们佛教界来参与 这个对两岸佛教的交流 也是一个很好一件事情 出家人履行受沙弥界 比丘界菩萨界的佛教仪式 就是三坛大戒 三坛大戒是中国大乘佛教特有的宗教仪式 凡皈依佛门者都应受持戒律 以便更好修行 而出家人只有在受持戒律后 才能成为正式的僧侣 佛教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诸恶莫咒 壮丧欢景 四尽其意 四处佛教 那么这里一个方面是诸恶莫咒 它从这种消息的方面 就让你说不要做恶不做坏事 不能说那些粗话 欧言欧语都不可以说 那么这个壮丧欢景就成了极极的方面 一定要去做 要多做 那么不做也有欢喜 那么更关键的话 要四尽其意 就让我们整个的意念 我们人的心要进化 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无名 那么有烦恼有无名 我们内心里面就有毒 心里就不相抗 就是要来对视烦恼 那么戒律它有一个标准 来看看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会有这些什么特点 会有这些什么现状 这些有什么危害 对视义的圣经 对别人有这些什么危害 有这些什么隐碍 有这些什么不好的影响 但是怎么来改进 怎么来防范 我就只有靠戒律 戒律为何是佛法根本命脉 受戒对于出家人意义何在 古老的佛教仪轨 虔诚的半拜经诵 法谷冥想 终生震撼 两岸高僧共同图法 千年法门寺 传授三坛大戒 传戒 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陕西福峰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 距禁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一直以来 法门寺都已供奉佛祖真身植骨舍利 而闻名世纪 曾经藏有佛职舍利的真身宝塔 是法门寺最醒目的建筑 它是1987年重建 仍然保持着明代大气着谱的建筑风格 传戒法会期间的法门寺香火顶上 我们有幸见证了数百位居士 带着极具陕西地方特色的锅盔和香油 来法门寺供养 法门寺虽然历史悠久 但举行三坛大戒法会还是首次 我们这次法门寺叫做二不神三坛大戒 二不神的话是比丘和比丘灵 三坛是不是指的 沙弥 比丘 和胡萨 是吧 这三坛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受戒的戒指 他同时要做三坛 同时要做三坛 就是他兼受三坛大戒 然后再做菩萨戒 最后再做比丘戒 然后再做菩萨戒 然后再做菩萨戒 我们发受戒囤字的里头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现在都是要做传作三坛大戒 那么做沙弥戒 可以说他是出家的第一步 沙弥戒他主要学习一些无疑习惯出家的一些生活 然后能够培养一个好的一个出家的习惯 那做了比丘戒以后才是真正的比丘了 就是真正言歌意义上面的这种出家人 那么是菩萨戒 就是大臣戒 做了菩萨戒 那就是菩萨 那么做了菩萨戒 他最后的目的要成活 做了比丘比丘女戒 他最后就成阿罗汉 成罗汉 所以我们出家之后 就是又成罗汉 而且我们又成活 这个也是能够不同的分析 那么成罗汉 他叫做解脱道 成活呢 叫做菩提道 那菩提道的话 菩提就是学物 我们又走到一个学物的路 法门寺传戒法会 从10月1日开始 为期一个月 这一个月不仅仅是要完成传戒的遗轨 戒子们要完全按照佛教的戒律清规生活 在戒师的指导下 习学戒律和相应的佛学毅力 传授三坛大戒需要有三师七正 三师指的是德戒和尚 杰摩阿舍利和教授阿舍利 德戒和尚是正受戒律的和尚 杰摩阿舍利是读杰摩文 主持授戒仪式的和尚 教授阿舍利是教授威仪作法 为众人引导开解的和尚 其正指的是证明授戒的立会比丘 学成大和尚是法门寺方丈 也是这次三坛大戒 正受戒律的德戒和尚 那么在传世法界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有传戒的戒师 还有就是受戒的戒子 那么什么样的出家人 就具备了可以成为戒子的资格 什么样的出家人 就具备了可以传戒的戒师的资格 那我们这个戒师就是要戒纳 这个死纳一家 那么专戒就是无纳一家 那么戒师就是 比如说我们人无功又专戒 又有先当的文化程度 那么没有奉过法律 那么佛教里面还有一条 如果当着他的赛事的政府的官员 不可以作罪 这佛教里面他也不能辞掉 要辞官才能来做这戒子 还有他有问题 你是官员后 你就当官员后就不可以了 公务员不可以来作罪 你要作罪 这个把公务员也辞掉才能出家 才能受罪 实际上佛教的戒律的话 它也是非常的宣战 并且也要非常的严格 比如说你得了传染病 在佛教的规律 一直不能收钱 他怕影响别人 对 所以他对整个的 比如说人的神经病 一直不能收钱 比如说你的人 缺胳膊 缺腿 缺眼睛 缺耳朵 都是不能收钱 因为出家人 他是冷天的死表 对 你如果说我们无光不具足 整体有缺障 他今后很难去防华 并且很多在家的金顺 看了以后也会激击 所以在戒律里边 对出家人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要成为一个比修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求授三坛大戒 是出家人的终生大事 一个出家人 对戒律 是否有正确的知见 清晰的认识 直接关系到 他在受戒之后的戒品高低 持戒是否严谨 自古以来 戒律 一直被视为 佛法注释的根本命脉 佛陀临涅磐时 因戒主父比丘们 以戒为师 方能令正法久住 释迦摩尼佛赛事的时候 到头十二年都没有戒律 因为那些出家的人 都是发心非常纯正 干活出家修行 战果成道 到第十二年以后 那么妈妈 有些人的这种行为 不符合释迦摩尼佛的教育 那么就开始制定戒律 随患随患 那么释迦摩尼佛觉得 哪些行为不符合教育 那么他就制定一条戒 那么到释迦摩尼佛涅盘的时候 一贯制定了250条戒 250条戒 这个是比修 比修你一贯是378条戒 佛教从录到专国的时候 戒律也就比较少就开始从录到专国了 当时有四分律 五分律 十分律 险棋律 那么这戒律也很多 一直在这个魏晋南白朝的时候 大家也莫终一识 在谈朝的时候 道俊律师他专门研究戒律 那么推传赞助部的四分律 那么这种四分律 五分律 这些都与比修纪的纪律 都是属于九分律 那么汉庄佛教以大称铸称 那么如何把九分律 从大称铸称铸称的教育 发金 兼戒 所以道俊律师他就创立了律庄 律庄的祖庭好像就在我们的中南山的阶段 是 道俊律师他还专门还写了创立棺庄这趟途径 那么在谭宣庄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开始存借 然后给这种祭典 那么这个佛教就一直流传家 那么在状态庄的时候 白庄的时候 那么开始参堂传戒 比修 沙弥 菩萨戒 到明朝的庄业以后又开始挥持 那么清朝的末业 又开始信玉律师出来的时候 又做了张堂传戒生活 那么我们张堂打几了又开始一起存走 那么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是根据张堂传戒生活来进行存走的 戒律为何是佛法根本明白 受戒对于出家人意义何在 古老的佛教仪轨 虔诚的犯败经送 法谷冥想 终生正安 两岸高僧共同主法 千年法文寺传授三坛大戒 传戒 文化大官员正在播出 十月十九日下午两点 灯坛传授比丘戒仪式正式开始 三百多位戒子搭一持聚匍匐在地 恭请三十七镇灯坛传戒 仪仗队高举灯笼 香炉 帆床 散盖 从法堂一支迎亲至戒坛 三师登上戒坛 粘香诵经 其位尊正列作于戒坛两侧 将要见证戒子从樊夫僧 成为一名真正的比丘 在戒坛内 众戒子齐声诵大悲咒 至心忏悔 求受戒击 事实上 我们的镜头所能表现的内容 已到此为止 真正的受戒过程 我们并没有拍摄 因为受戒是佛门的神圣仪式 除了三十七镇与戒子外 其他人不得旁观 事后 我们有幸采访到一位戒子 请他讲了受戒的亲生感受 您现在已经登堂了 成为大笔车了 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 当然感受 最直接的感受是 感觉身心很清静 然后 有种很安详的 很舒服的感觉 然后 当然也很惭愧 因为自己的 从这个德行上呀 或者羞耻上 都感觉很愧对这个三宝 这个 那您登坛的那一刻 紧不紧张 没有特别的紧张 当时因为登坛的话 如果要得到戒体的话 之前的德界教育讲过 并不能够 比如说像紧张的情绪 或者心情在 反而会影响德界 明光大和尚 担任此次传界的三师之一 教授阿舍利 他是台湾海明禅寺方丈 明光大和尚 早在2002年就来过法门寺 见证台湾佛教界 恭请佛职舍利赴台供奉 此次来法门寺传界 对他而言 也是特殊的因缘 在原理当中 在讲理当中 那个时候多一些时间 让戒指们了解它的意义 那在寿界当中 可以比较简要 但是那个内容很好 那个内容的话 可以在跟他们教导的时候 可以让戒指们知道 关键的那个时段 我刚才说是 那三个人 然后七师 那个十师 三师七阵 十师对着他 而且这个 他那个印象会很深刻 那能够这个 惊讶的方式 我觉得也是有他的出胜 除船界的三师外 证明授界的七孙正 也都由高僧大德来担任 台湾法谷山方丈 国东大和尚 是七孙正之一 他是法谷山圣言法师的 清传弟子 此次 他是受法门寺方丈 学成大和尚的邀请 专程来担任 传界法会的孙正阿舍利 我从台湾来 之前就非常密集 参加各种活动 或是会议 然后来到法官市 隔天开始就要 整个灯坛了 还有中场的休息 也没有充满休息的时候 这个身体 好像有时候会昏沉 但是昏沉的时候 随时设行 而不是随着身体的 这个状况 而是影响到 暗掩尊正的角色 我们是随时随地 在关心着 整个戒场的庄严跟素顺 齐心动恋都在祝福着戒指 都能严满 是很灯坛 很严满 在拍摄期间 我们多次听到大和尚 戒子和居士们 用书胜来形容 此次法门寺三坛大谢法 书胜这个词 用在佛教中 指的是超觉和稀有的意思 在佛教徒看来 受戒对于出家人 是如此至关重要 戒子们在一个月的戒期内 按照传统佛教仪轨 履行通其请戒 查验一波 入罪忏悔 沉醉称亮等等程序 直到最后的灯坛受戒 如此繁复而庄严 也只有用书胜这个词 才能表达佛教徒 对受戒的重视与敬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单位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读过书 在学校里头是有校规的 是有学生守则的 这个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戒 对吧 但是这些东西 我们一般的在世间的这些人 守这些纪律都是消极的 就是你必须要这么做 是规定的 是让你不许做什么 不许做什么 这叫做纪律 但是在佛教看起来 他好像更积极的理解这个东西 比如说刚才大和尚说的 戒定慧 那么是由戒 神定 由定 发慧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定和慧这样的积极的智慧的这样的产生 它其实是由戒开始的 那么这三者之间 戒定慧三者之间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关系呢 佛教说人在现实当中轮回 都是因为我们人有烦恼 然后我们人造恶业 所以人就堕落到恶道 受苦 加地狱 变出尊 受鬼等等 如果我们人受上司 那可能就升天 当富贵的人 而且说人非常有地狱 非常有文化的 那么再如果进行修道 他可能成祖师 成菩萨 成罗汉 这种成佛 那么我们戒律不仅仅要求说 你焦急的这些不受了就可以了 更主要的话 我们要去习习为上 就是这种要使恶行上 那么他这个就是戒律的两个方面 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行为的 生与义 我们会叫做商业 那么商业的话 就是三种行为 首先我们人的思想 我们人的语言 那么我们人的行动 思想就是义 语言就是义 那我们的行动就是生 那么这种语言和行动 就做我们人的思想的失败和影响 那么我们一旦说的话 我们一旦做的事 对事实也对别人 都会有直接的影响 那我们可能起了一个好的念头 而且起了一个坏的念头 那别人也会有感觉了 甚至也会有察觉了 那如果我们内心当中 有坏的念头 有烦恼 对我们自己的身心也就有害 所以他佛教就从最后面开始 那么因为事件上面的这种 我们这些机构 我们这些团体 它果然是眼前的 现实的我们一个组织 乃至说这几年 或者这十一年 那么佛教就不一样了 佛教它是从无限的一个生命轮回的过程当中 来显示一个人行为的意义 因为这个话就是说 我们所有世间的组织 对这个人只负有限责任 而我们佛教对于我们的佛者是负无限责任的 因为我们生命是无限的 所以这个责任也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认可的这个行为 它都是有结果的 因为有结果 所以我们行为就很注意 那么这什么行为会引发什么结果 比如说我们罪恶的行为 那么就会引发痛苦 极度痛苦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是善良的行为 我们是亲近的经验 那我们就会引发愧禄的结果 所以佛教它就从人的一种行为方面 跟结果方面是挂钩的 那么也就是行为就是因 那么结果就是果 就是因果的一种必然的联系 那么佛教里边谈得说 人在轮回它就有因果 同样如此 人要成佛成道也是有因果的 所以修行我们受罪 它需要一个很好的魂境 所以它需要寺庙 故事也需要神圣 那么需要一个魂境 对我们人生经的因见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魂境如果清静 我们修行就比较好修 如果说我们内经不能明明秘 定力 费力 然后我们记律 具足的话 我们人六根就容易混乱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 就容易做到魏境的影响 就不定了 如果我们内经的正能力如果很充足 我们不仅仅不会受魏境的影响 我们把正的能力还能够释放到魏境去 让别人感受到一种正面的能力和作用 这应该也是一种会 是吧 是一定会多有用 对